小朋友们好,我是汤姆,我是辆工程卡车。 我是他的好朋友,马特。 我们会在一起建造很多东西。 今天,我们要建造一台铲雪车。 你会和我们一起吗? 来吧,让我们出发吧。 要建造铲雪车,我们需要用到一些形状。 它们已经堆在这里了。 我们从安装轨道开始。 而轨道,则需要履带。 为了能够往前走,履带必须连接到车轮。 让我们把三个轮子装上去。 一 二 三 三 做得好 现在,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长矩形来安装剩下的形状。 接下来,我们用这个形状作为铲雪车的背部。 而这个矩形,放在前面。 真棒! 现在,让我们使用这个形状作为驾驶室。 太好了! 它看起来已经很像铲雪车了。 现在,我们只需要安装一个窗户。 最后一步,我们要用到这个造型。 你知道是什么吗? 是的,它的雪铲。 把路上的雪推开。 把它安装在前面。 就是这样,我们大功告成了。 干得好,朋友们。 我们建造了一台很棒的铲雪车。 好样的,你完成的真棒。 是的,它真棒。 谢谢你,我的朋友们。 来吧,让我们回去了。 那儿还有其他工作等着我们呢。 下次见!